我们是否喜欢,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几十年来,被战一直被大多数人视为偏执的阴谋论者对应急情况的过分热冲的方式,但这已经不再是事实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为自己和亲人的照顾做好准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这个不确定的时期,你,需要为正常生活的短期或长期中断做好准备。 新闻充满了战争、饥荒、流行病和爆发事件、政府的崩溃以及持续的恐怖主义威胁,特别是生物恐怖主义,不仅在国外而且在美国国内都存在。 我们自己的政府正在努力维持现状,国债不断增加,目前已达到令人震惊的十八万亿美元,这还浪费纳税人的钱不会激发对政府的信任。 政府一再证明,外交政策给国民的幸福更重要,许多美国人相信,政府在灾难发生时不会照顾公众。 生存片是其种类中唯一的食品片,一瓶生存片有180片可咀嚼的片剂,可以供一个人使用15天的食物配给,容易消化且营养完整。 生存片的快速吸收系统确保身体能够在消化后的5分钟内吸收所有的营养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与糖和葡萄糖,并准备好功能源使用。 此外,99%的热量含量被用于产生能量。 生存片中含有美国推荐的15种必须维生素和矿物质的100%,在90%的所有生存情况下,还将提供一些额外的食物。 生存片的设计只在为你提供安全的生存空间。 生存片是方便、紧臭、轻便且维持生命的食物配给,这使它们成为车辆、办公策或健身袋的紧急情况包的理想选择。 这些超高营养的食品片提供了完整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需求,强生健笨的蛋白质,以及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快速能量的碳水化合物与糖和葡萄糖。 生存片还含有必须的脂肪酸,以在最需要时提供持久的耐力。 建议每天服用12片的数量在其他食物数量和质量足够的情况下可以减少,或者在完全饥饿或极端体力活动的情况下可以增加。 这些是真正的生存食物,可以让你在周甚至数月的时间你保持生存,直到崩溃的社会中有其他资源可用。 白银、黄金、柏金、比特币和其他贵金属和宝石将不再具有今天的价值,现金和贵金属通常都是国王,但在没有传统金融体系的情况下,它们对你几乎没有帮助。 最宝贵的商品将是食物,人们需要吃东西才能生存。 生存片是你的25年货币,你将能够使用这种食物园进行交换和交易,以获取你可能需要的其他必需品,如水、医疗用品、衣物或汽油。 生存片有25年的货架寿命,可能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生死存亡之间的差别。 完美的营养,以防万一。